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起来 哇 是不是很多很多的 很多颜色的水舞猪猪啊 那托马斯啊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泡澡球 然后啊 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大盆的水舞猪猪 他准备把这个泡澡球放到这个水舞猪猪里面 然后会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不一会儿等这个泡澡球融化之后呢 他的小伙伴就会从这个水舞猪猪里面冒出来 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们的托马斯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神秘的小伙伴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托马斯泡澡球 看一下里面是个什么颜色的入浴球 哇 拿出来了 这是一个黄色的泡澡球 然后啊 这上面会写着这个是不可以使用的哦 那为了做这一个游戏呢 我们的托马斯准备了一个玻璃碗 然后是我们的黄色的泡澡球 这里面呢藏着一个小小的托马斯小伙伴 我们来摇一下会听到声音哦 还准备了一大凉杯的水舞猪猪 那让我们赶紧来开始 这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吧 首先啊 是要往我们的这个玻璃容器里面倒入热水 那加水的时候呢 记得不要加太多 因为啊这个泡爪球如果放进去的话 这个水会冒很多的泡泡 这个泡泡就会溢出来 所以大概加到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够了 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这个水舞猪猪 让我们把水舞猪猪加入到这个日水里面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水舞猪猪已经加入到这个日水碗里面了 里面是不是五颜六色 哈哈 非常的好看 那接下来啊 是要把我们整个藏有托马斯神秘玩具的泡澡球放进去 放进去的时候呢 会吱吱吱的响 那让我们仔细的来看 哇 那由于呢 刚才水加的太多 中途出了点意外 水啊冒出来了很多 所以啊我们准备了一个毛巾 底下还准备了一个塑料防水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泡泡已经冒了很多了 但是我们的水舞猪猪已经几乎是完全看不到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泡泡已经消失了 然后啊露出了我们的这个托马斯玩具球 然后我们的树猪啊好像已经裂开了是不是 让我们来加点水把这个泡澡球洗干净 然后再用勺子把这个泡澡球咬上来 那这样子我们的神秘玩具就出现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会是哪一个托马斯小伙伴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秘的托马斯小伙伴呢 是我们的史蒂芬 让我们来对一下我们的玩具 它确实是我们的史蒂芬小伙伴 那这个泡澡球的玩具啊 它其实还是一个弹弹球 弹力非常的强 我们可以用来在家里里面进行一个弹弹的一个玩耍 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有意思哦 而且啊 如果你在大力点的话 它会弹得很高 那这是我们的神秘小玩具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水舞猪猪 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哦 我们的水舞猪猪已经全部裂开了 看来这个水舞猪猪不能用热水来泡 如果泡了之后呢 它会全部裂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 泡澡水 就已经全部变成了黄色 非常的有意思 那今天又给大家介绍的托马斯泡澡球 就到这里 还有更多更好玩的泡澡球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